由教育处主办的第四届金门青少年文学奖真文比赛 日前举行颁奖典礼 副县长李文良颁奖表扬小说 散文、新诗、童话作品各组得奖学生 希望借由办理青少年文学真文比赛 让老师、家长及学校持续培养孩子写作兴趣 而且从来没有因为成天的企图 而分享他创作的动能 相信持续的前进也是各位评委期待我们选手呈现的 金门青少年文学奖真文比赛颁奖典礼 在京城国中艺文中心登场 除了副县长李文良及评审委员等人出席外 参赛得奖各级学校校长和家长 得奖学生均踊跃出席 参加观礼及分享得奖的喜悦及殊荣 特别有发觉像我们小朋友在写作的 真的看过去有艳套 那个气质都特别好 因为会写作的好像气质都是内化的 都是内练的 因为这个想要看用什么那种方式 用什么样的笔调 什么样的笔法去把内心的想法给讲出来 这个是需要方法 而且需要每一个有自己独特的这种方式 所以讲到这边还是现在要代表 除了福外线的灵大雾后以外 另外真的还是要崇喜 我知道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小朋友 小小做教的 这个也做了这个 这个得到非常好的一个肯定 得到特别是我们平均的一些的指导 恭喜你们 教育处表示 第四届金门青少年文学奖真文比赛于去年9月公开征稿 各校学生投稿踊跃 总计238件作品竞逐奖项 并于去年12月揭晓评选成绩 真稿项目包含小说散文 新诗及童话等等 此外教育处也在本届青少年文学奖颁奖典礼后 安排经验分享交流时间 由评审委员分享此届真文比赛的评审感言 现场多位获奖同学也大方分享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 感谢观看